你炸的薯条为什么不脆呢?正月里在家闲着没事,给自己家小孩做一道炸薯条吃吧! 第一步,首先我们把土豆切条,放入清水中,洗掉多余的淀粉。 第二步,锅中烧水,加两滴白醋,这样可以防止土豆变氧化。 超烫30秒就捞出,放入凉水中投凉,控干水分后,再均匀地裹上一层土豆淀粉。 第三步,均匀地裹上土豆淀粉后,用保鲜膜封住,放冰箱急冻4个小时。 刚下锅的土豆条,先不要着急翻动,定型之后,然后再搅拌均匀,杂质金黄酥脆就捞出。 薯条你就像我这么做,真的是特别脆,闲着没事,赶紧给家里面小朋友做一道吧!